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凤凰军机处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还是王老跟小郑 前一段有这么个事 咱们辽宁号航母在渤海湾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和训练 那么这个是王老的老本行 海军作战与装备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次训练演习比较重要 那么究竟它的意义在哪 王老跟我们分析 这是在渤海方向上面进行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 可以看作是咱们辽宁舰航母形成战斗力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不再是训练舰 以前一直说训练舰 过去主要是搞试验试航和训练 试验主要是试验舰和飞机的适配性 训练是训练的基础科目 大家知道部队训练是分的 首先训练的是基础科目 比如说飞机 你要飞航行 要空域训练各种机动的方式 基础科目完了以后才是叫使命任务科目 使命任务科目 就是你这个武器是干什么样的 使命任务训练后一阶段就要实际使用武器 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形成战斗力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动作 过去实际使用武器没有搞过 为什么没有搞 比如说飞机你携带空箭导弹起飞的时候 你这样的训练试验都没搞过 那么这一次 这个有什么不同 就是说飞机自己起飞跟携带了空间导弹起飞 要求是很高的 包括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都是这样子的 特别是携带空箭导弹的情况之下 因为空箭导弹比较大 长 重量比较重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着落是很困难 很危险的 不是说飞机 就是说着箭的话 一定把武器全能扔掉在着箭上 对的美军也是这样子的 空空导弹是可以携带着落的 空箭导弹和其他的重型的武器是不能携带着落的 必须把它发射和把它抛掉以后 那么在这个之前我们是搞的一些基础训练 就是首先你携带这些导弹或者说配重进去训练 现在看这样的训练 基础科目和实验都肯定是搞完了 你才敢带实弹 实弹 那么这次不光使用了空箭导弹 也使用了空空导弹 不光是飞机实际使用武器 航母也实际使用武器 红710那个进防的导弹 红710导弹 进程导弹和进防炮都使用了 说明我的航母和飞机武器系统完成了训练 也达到了实战的标准 当然了 这次训练还不能说辽宁舰整个形成了作战能力 因为这是你初步使用武器 还有整个编队配合使用的问题 这次设计了一部分没有全部设计 这只是个开始 下一步的训练 还得搞编队的训练 还得在实战背景情况下的训练 还得在电磁空间比较复杂情况下的训练 所以下面还有好几层的训练 还没有搞 但是可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作战能力 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个作战能力已经不比俄罗斯到叙利亚附近地中海进行活动的 它的整个作战能力已经不比它低了 对 说到红710 辽宁号发射红710导弹 我就想起一个故事 陈世举缴获了一把特别精致的小手枪交给了林彪 林彪也是军人爱不释手 特别喜欢 但是考虑到领导 那么就把手枪交给毛主席了 毛主席接过手枪看了看 就摔到地上了 说等我用这把手枪的时候 红710就全完蛋了 王老 如果在未来的战争中轮到辽宁号打红710的时候 是不是航母编队就胜不下什么了 说明这种作战已经到了一种大规模的作战了 不是小规模的作战 但是这种进防武器 最后一个武器你必须要有 就是你前面有护卫舰 驱逐舰 有潜艇或者其他飞机 你防守再严密 也很难说人家一枚导弹 不能脱破你的防空的这种整个防空区域 脱破不了 还有可能脱破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那就得用你的进防武器 就是你红710的导弹 这个导弹大概距离不是很远 大概10公里左右 但是它的精确度非常高 它可以导弹打导弹 打飞机那是小事情 飞机也不会离那么近 它主要是打导弹的 导弹的方式 一个是香炮第二个主要是进炸 就是我让你导弹在几公里的距离上你失能没有作用 把你炸碎 还有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万发炮 进防炮 最后一道我就是打弹幕 进防一万发一万发的炮弹打出去 你导弹穿过这个弹幕的时候就被击碎或者被碰伤 你已经失去作用了 这个进防的武器是一定要的 美国也有 比如说海拉姆 他就是干这样的事情 美国也有它的叫密基镇 它的航母上也有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防的目标其实已经很明确 其实就是防的类似于比如说像美国现在正在研发的远程反射导弹 在杰索5的寻弹导弹基础上研发了一种远程的寻弹导弹 那么大家如果网友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查试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发布过相关的作战视频 那么这种导弹主要就是从F18这种舰载机上或者一些轰炸机上进行发射 那么尤其像B1、B2这种大型的轰炸机 一次能够携带十几枚 那么这个如果 而且它本身的导弹还具有引申能力 其实可以自动的避开敌空对手雷达监测的目标 自动绕开它的防区来迂回来规划路线 来对对手的大型的水面舰艇的编队进行攻击 那么其实它特色的轴标 很多人都设想 其实也主要就是辽宁舰 包括中国的水面舰艇正在发展水面舰艇 因为本身以前美国海军对反舰导弹 它其实并不是说特别在意 它是舰载机 鱼叉包打天下 它有很多舰载战斗机 包括伯克机 都是两枚鱼叉导弹来解决了事 那么现在它可能看到 像中国这样水面舰艇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防御能力也越来越强 它也想给予发展一种 像类似于隐形的远程攻击的寻航导弹 反舰导弹来对中国的大型水面舰艇进行攻击 因为它的作用目标应该说就是美国的远程反舰导弹 美国人说美国的舰母编队是美国区别于其他一切海军强国的一个显著的特征 因为现在靠舰载机打击的这种能力 其他国家远远比不上美国 但是咱们的舰母编队以后发展的恐怕还是以国为潜在对手来进行的 所以我就一直想请王老请小政咱们聊一聊美国航母编队在实战中的运用 看看美国人的航母编队是怎么打仗的 我最近翻了翻 《兰德智库》出了一本研究报告 他就写了美军的航母编队在阿富汗战争时期的一些表现 那么咱们现在一想美军都是无比强大的 但实际上《兰德报告》说美国海军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那个时候海军在阿富汗周边找不到潜进基地 全要靠飞机从航母上起飞 然后飞越600-1000公里到阿富汗境内去实施打击 同时移架飞机起飞可能要飞10个小时 在这一个起降过程中要执行多次任务 那么最后美国海军在一片质疑声中成功的打赢了这场战争 那么王老 您印象当中 在阿富汗战争中 美国航母战斗群给您留下的比较深刻的印象有哪些 主要的是整个航母战斗群发射它的战斧导弹 精确弹药 精确弹药对于陆地的打击 这个令人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你设计航母战斗群的作用是什么? 可能各个国家的指标是不一样的 美国是全方位的 既有对海又对空还有对陆 实际上中国目前航母编队主要还是制海和制空用的 对于陆地的打击目前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弱 或者目前不是我们主要的指向 因为对陆打击就意味着进攻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 进攻也是需要的 航母编队实际上都是一个进攻性的武器 这和你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有关 目前我们如果有了航母编队 我们不是要读取哪个国家的领土或者是把这个国家给控制起来 我们设计航母编队目前主要是维护我们海洋权益和海上通道 是这个作用的 当然不排除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对某些落地进行众生打击 这不是主要的 但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当中 它的航母编队主要的功能是对陆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 航母编队配置的飞机和航母编队配置的护卫舰和军养舰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它的同样是F-18 但是对地形的就比较多 空地形导弹比较多 对海的上 对海相对来说 因为对海对空那些国家没什么对它的威胁的手段 它基本没什么威胁 对那些国家 但是对于陆地众生的打击 主要是靠一个是它的舰载机 第二个是靠航母编队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对地打击的战斧导弹来完成的 当然对于一些主要目标是导弹 对于一些人员和机动力量 包括基地组织的一些设施和人员 那个主要是靠舰载机发射的精确制导弹来打击的 因为事先根据情报侦察得知 比如说就要打这个地方 我可以用战风导弹 但是有很多目标是实敏性的 美国海军当时有80%的舰载机在起飞的时候 飞行员并不知道自己要打什么 都是飞到上空然后得到了消息 打这打那或执行什么任务 它在舰载机的主要是 比如说基地组织的一些车队 这个情况下对这种东西的打击 战斧导弹是没有用的 是无法预测 我飞到哪还要那么长时间 只能用舰载机临时捕捉目标临时打击 因为你像阿富汗在爆发反恐战争的时候 阿富汗本身已经不是个正常国家了 因为首先他和苏联的时候就打了N多年的仗 然后苏联撤出以后 本身国内局势又不平静 然后处于内战之中 他其实对于航母编队来说 他已经失去了很多他本来要打击的固定目标 比如说他要打一个正常国家 假如说我们周边一个正常国家 他首先要打政府机关 指控中心 然后突讯中心 然后各种线路雷达 包括弹药库 这都是固定目标 肯定不会动的 阿富汗一概没有 所以说全打的是帐篷 打完帐篷以后 他打流动车队 其实说句白话 他那移动车队到底打的是恐怖分子 还是平常老百姓 他也未必知道 所以他对于飞行来说 空中的复合压力就比较大 而且他随时要变更计划 这也是从侧面看出来的 为什么美国后来在这场战争中开始大规模使用 像全球鹰或者捕食者这种无人机 它在应付这种所谓的实敏性目标 或者非常目标的话 这种无人机打的效率更高一些 那么至于像F18这种战斗机 当然它的使用效能很高 因为它毕竟是有人操作 你只要一个数据电话 包括目标给指示给它发出去 它马上就会进行攻击目标 而且它还有识别目标的能力 靠人来识别 当然识别是在于它毕竟有这个能力 那么至于像其他的无人机 可能它就没有这个识别 但是人就是在于什么 它就非常累 像你说的 它在空中飞几个小时来是8个小时 从航空起飞 飞到阿富汗是6个小时 飞到阿富汗的最北部是10个小时 对 所以说像基本上6到10个小时的空中飞行时间 对飞行员本身的复合压力是非常大的 蜷缩在这里里边 肯定每个飞行员都在尿不湿 对 这是肯定的 因为它没有时间去厕所 还要注意饮食 还要注意饮食 吃辣的 不吃辣的 而且你看飞行员一起降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咱中国航母起降的纪录片 航母起降回来以后 中国航母飞行员巨大的惯性 飞行员都拉到这了 对 整个对脖颈包括颈椎巨大 徐永宁徐老他说过 就是说当舰载机飞行员降落的时候 他脖子一般人的颈椎是承受不起的 对 所以他们有一套专用的脖子 锻炼脖子肌肉的航 对 没错 他对整个人一套下来 像10个小时的回来折腾这一下 整个对人的损耗是非常大的 其实是我们看为什么美国人武器先进航母先进 然后各种各样的打击手段包括雷达各种各样都有 但为什么他就一打仗 他就最后打的好像是有前进没后进 他就因为他对人员的消耗还是特别大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媒体也好 包括科技人员也好 对美国开发这种无人装备 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 其实他非常警惕 就是在这 如果这种技术取得一种突破性的话 那美国就可以甩开绑子 就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就突破了人力的 对 它其实现在不是在技术上 很多人是在人力上 王老 您从海军的专业上给我们看看 分析一下美军的这些数据 我看报告里边写 美国海军从开战到主要战事结束这五个多月的时间里 它动用了六个航母编队 那么每艘航母每天的飞行时间在14到16个小时 我想 我也甭问您了 咱们辽宁号现在肯定是做不到这一点 您觉得要做到它这个数据 大概需要海军 包括航母哪些方面的能力 首先说美国一共出动了六个航母编队 实际上在当时情况下 也包括现在 这是美国最大出动能力 也就是那么大了 一般航母编队出动的概率一般在60%左右 因为它一共当时有11艘航母 但是有几艘航母没有完成训练 还有几艘航母在修 就是说它能出动的航母不去了 最大的出动量就这么大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基本规律到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每天出动十几个小时 这是有可能的 飞行员一般在航母上面每天出动的架子一般最多两个架次 因为对体积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如果刚才你说那个情况 一次出动十来个小时 那就是一个价值就完了 而且十多个小时 它是一定包括皱和夜两种情况的 包括飞机出动的价值也不可能太多 就是出动一次 回来以后进行检修再次出动 在路上可能很快 四十来分钟就可以做好再次出动的准备了 在舰上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 因为在舰上要重新加油 重新检测和重新装弹 舰上装弹加油和检测 它的基础设施肯定跟路上不能比 我想的话 当然你要加强出动 下来马上装就走 也是可以的 不是不可以 我想美军和阿富汗 但是要持续五个月 它持续五个月 它的航母基本都保持在每天飞行14到16个小时 您讲的六个航母不是固定的六个航母 一定是轮廓 十个航母当中的六个航母来回使用的 是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固定六个月 就是一艘航母干六个月 五个月 五个月 勾强 我艘航母是可以的 但是说这六艘航母永远在这个地方 六个月不动不换 这是做不到的 这是不可能的 还有个人员重复使用的 刚才我提到过了 一个航母便利大概就70来架飞机 其实美军的航母出动量大概一个航母一天120个架次左右 高到160个架次 就是1.5到2个架次 如果你短时间使用160架次 即是2点多个架次是可以的 在六个月当中永远保持这数据是做不到的 120架次机械也做不到 人员也做不到 你弹药补给和油水补给你也做不到 所以我说六个航母是十艘当中的轮换使用 轮换使用 还有一个数据 美国用它的舰载机在阿富汗的上空随时保持三个双击的F18编队 小镇分析这个数据你觉得能看出什么呢 它在阿富汗上空保持编队 可能我觉得主要是进行搜索和侦查 另外一个就是待命 对 有什么目标 然后它随时可以投入使用 然后因为毕竟刚才说了 它可以进行打击使命目标 如果发现比如说可疑的恐怖分子 那么它可以马上通过预警机来对呼叫F18编队 对地面目标实施这种打击 那么我觉得可能体现出来就是美国海军的作战的灵活性 以及它这种体系作战的这么一种能力 那么我们讲控制那么大一个国家 包括对于阿富汗这么一个国家实施打击 那么我们一般印象的可能要比如说动用大量的陆军 然后进行像苏军似的 必须要地面力量来实施突击 包括包围 传统作战的样式 那么从阿富汗战争可以看出来 那么这种舰载机通过各种的传感器组成的监视网络 在这种网络化作战环境里边 那么舰载机可以发生出非常大一种效能 那么它不简单单是一种战术上的 那么有可能它可以发挥一种战略上打击的功能 那么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除了美国之外 很多新兴的大国都想来开发航母力量 因为航母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但是在随着网络化战场环境的出现 那么它发挥的效能能够越来越大 它能够发挥以前我们需要出动几十万部军队 要研制这种大规模战略轰炸机 或者发射一种弹道导弹才能完成任务 那么可能代价变低了 代价变低了 所以说这是在网络环境下航母的某种程度上出现一种新生 而且这种新生就是认为有航母的国家和没有航母的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以前我们觉得比如像有航母国家和没有航母国家 他们可能还能打一下 那么现在由于一种技术差距越来越大 没有航母国家 它毕竟是挨打的 就会被有航母的国家的各种程度下躺着揍也好 站着揍也好 出于一种挨打的状态 你想还手都找不着 想还手 你无法还手 为什么 你没有航母意味着什么 你国家的整个军事工业 包括抗打击能力是非常弱的 可能有些国家 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像土耳其 或者其他 貌似有一些 比如说国防力量 包括 但实际上在航母的打击的成本下 它是禁不住打击的 对 很容易就被摧毁 那么在防空力量 包括一些地面力量被摧毁之后 迎接它是什么 就是有航母力量变着发射打 更何况像在非洲 像那些更不发达的地区 那么航母力量 它其实就是一个前沿打击基地的作用 那么它可以发挥你 以前可能需要派兵 然后布控 然后打击 那么现在就转化成几架舰载机 那么将来可能变成舰载的无人攻击机 这个就是 短说它的效能又进一步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问题 我接下来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咱们现在解放军肯定还是达不到当时美军打阿富汗当时的航母作战的能力 但是有没有变通的办法 比如说它随时保持一个双击战斗机的编队 三个双击战斗机的编队在阿富汗上空 我们能不能比如说通过无人机来打到 我保持几个无人机在你上空 也是拆打一体的 也能打 这个能不能实现 第二个就是在阿富汗战争的精确打击中 美国海军93%全是精确弹药 那么解放军海军 现在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内能不能做到这个数据 我93%全是卫星的也好 激光的也好 精确制导弹药 是这样的 分几个层次讲 首先说海军航空兵舰载机部队使用的弹药都是精确打击 都是精确弹药 都是精确打击 海军航空兵的所有飞机不都是精确打击的武器 比如说我们还有歼空7 也可以是用普通的炸弹 就是陆基的 陆基的歼空7和其他的飞机用普通弹药是有的 但是我们舰载机大家都知道是歼15 它用的空间导弹 激光制导炸弹和空空导弹都是精确制导武器 这是不是因为舰上的地方比较宝贵 我没法带那么多 不是精确制导的 它是这样子的 如果挂普通炸弹是可以挂的 但是在舰载机执行任务的时候使用普通炸弹的机会不划算 不划算 太多不划算 如果使用普通炸弹可能对一些导礁进行打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莫不如使用一些陆基的航空去完成这样的任务 你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整个舰艇编队的安全和对方的飞机和舰艇进行打击 用普通炸弹在这种现代作战条件下用普通弹药的机会不是太多的 所以它的使命任务决定了它必须用精确制导炸弹 那么空军也是这样子的 空军的我们的比如说轰流飞机也可以用普通炸弹 大型的普通炸弹都有 在某些情况下到现在这种轰炸机还是可以用的 但是执行远海作战任务或者是近海作战任务 在这种前提之下使用的主要还是精确制导武器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 包括炸弹有精确制导的极光炸弹 我们有了电视制导炸弹以后 更不用说巡航导弹、空箭导弹、空地导弹 这都是精确制导武器 另外一个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警军没法有人机 我无法维持长时间的几个编队随时在那上空 我们能不能用无人机来替代 我觉得无人机首先就是比如说像阿富汗接壤 那么我们可以用大型的这种 咱们就不是阿富汗了 比如咱们也到了一个 就是说我被内陆包围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的飞机也是可能要飞个600海里1000公里才能到你这 我觉得可能有代替的一个趋势 但是我觉得有人机现在毕竟从目标判断 以及泰式识别上相对无人机还是有它的一个优势 所以说可能将来会不会出现有人机来带一大堆无人机的这么一种状态 就是一架有人战斗机 然后可以通过数据列案或其他指控方案来指控其他的无人的攻击力量 然后这样来实施 既能够达到这种节约效能 然后也能够达到这种降低成本 那么比如说发现目标的 可以通过有人机来指挥无人机来作战 不会发生比如说 就像美军经常发生一种误机或者误炸这种情况发生 你的设想我是这样考虑的 美国航母已经试用了X-7无人机 已经试用成功了 其实它在执行任务当中也使用了这样的飞机 那么我们现在辽宁号使用的主要是歼15 那么会不会使用无人机进行试验 我个人的判断 尽管目前没有肯定会走这条路的 或者说迟早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航母舰载的无人机 如果这个前提成立了 如果对一些陆地进行打击的话 我想也会使用无人机和有人机进行搭配使用 搭配使用 因为我们现在的无人机的游戏性能还是不错的 也可以在空中使用十几个小时 甚至几十个小时在那个地方巡航 但关键问题是能不能着舰 这就考试验 美军也在试验 它基本已经试验成功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成为它的一个编制上的部署 它的编制部署 目前主要是有人飞机F-18 或者是S攻击机 其他的飞机 没有编制进去 那么但是我觉得航母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智能化 隐身化和无人化 这是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也是解放军应该学习的一点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 在中央总部的空中作战中心 每个美军的航母舰载机的连队都有一个全职代表在那点 它可以保证我自己这个连队领受适合我这个连队的作战任务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空中任务分配程序的这么一个进步 咱们解放军现在是不是能达到这一点 这是个编制上就是这样的 美军不是因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 它早就是这样 就是中央总部相当于咱们某个方向的战区指挥部 它主要在中东这个地方 叫中央总部 中央总部里面既有海军也有空军 但是它每一个连队 每个舰载机飞行团就有一个全职的代表在这个总部里面 这是根据任务临时组织的这么一个机构 因为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当中 因为它由航母边地去了 或者是飞行连队去了 执行比较一些特殊的任务 这样中央总部直接指挥连队的时候 他可能对他的熟悉的程度训练的水平不是掌握那么很清楚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有连队派出一个联络官在总部当中有利于他的作战指挥 我想未来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会 比如说我们海中落战队比如说我们的空降军部队执行某一个特殊任务的时候 你派一个代表在你的战系指挥部里面 它是管用的 还是管用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反映出来 美军由于战场体系建设的比较发达 那么它对战场情况掌握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因为它能够清晰的掌握战场情况 它能够像你说的各个连队派出联络官 然后我给你分发任务 如果它不具有战场清晰的掌握能力 比如说这件任务本来应该由A连队来执行 但是它错误派给了B连队 B连队也许可能就不执行 因为由于当时的飞行员可能反馈一些信息 我们距离的目标比较远 我们无法执行任务 所以这个可能引发矛盾 像你说的美军能够顺利的执行这种分发任务的情况下 那么其实就代表美军对战场清晰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 它知道哪件任务该派哪个B连队 哪件任务该派哪件 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冲突 合适的任务 合适的部队 对 那么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王老跟小郑 你们觉得目前中国航母部队短板在哪里? 咱们目前的主要问题在哪? 还是训练水平 比如说我们航母部队还没有听说在夜间复杂情况下进行起降 进行作战任务训练 特别是着艰 夜间作战可能进行某些训练了 但是那是一些基础训练训练 战术可抹和使命任务可抹 这还没有完成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编队的训练 我们可能开始了 但是这个训练肯定是没有完成 因为航母编队出去不是一个航母的问题 是一个编队的作战情况 比如说编队反潜 我们能不能保证像美军一样 50海里以内是一个禁区 所有的水下的潜艇也进不来 200海里以内 我保证控制海区 所有的反潜的飞机和舰艇都在搜索当中 这个我们还没有完成 这是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两个短板 还有一个就是数量 太傻了 这个是带发展的问题 只要时间有利我们 这个是好解决的 好 夏正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航母发展的 现在有一个困惑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发展冤警和目标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个人的发展 干什么用 对 我们的航母 首先 大家很多网友可能也在网上讨论了 我们的航母是不是以击沉美军的航母为目标 是不是以争夺我们周边海域的制空制海权为目标 这都是不同的目标取向 那么不同目标取向可能会带来不同的航母 其实我们感觉现在网上对于我们中国发展航母 我个人感觉还是相对于一个比较浮躁的风气 好像觉得辽宁舰只是个滑越型的航母 只有20多架舰载机 然后和美军相比 差远了 美军核动力的10万吨70多架舰载机 你这差的不是很慢点 但我觉得首先 第一 我们已经有航母了 这在我们当军迷的时候 不敢想象的中国还能有航母 那么现在已经有航母了 而且舰载机我们讲是20架舰载机 如果我们两艘航母出来以后 其实我们就算辽宁舰的话 我们排除美军的因素应该是在整个亚太太医区最强大的一个舰载打击力量 我们可以算算出 我们跑出美军之外 那么日本也没有 日本只是有一个所谓的直升机航母 其实它叫不叫航母都要打一个问号 那么泰国也有航母 那么航母其实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那么其他的亚太我们看 我们这艘打击力量应该是最强的 刚才王朗也提到过 我们的辽宁舰现在实力起码和俄罗斯的库斯涅佐夫是持平的 其实在舰载机的鞋带数量上已经超过它了 已经要超过它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么一步发展下 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冷静的航母发展一步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网上都在争论 我们将来航母是在电磁弹射还是蒸汽弹射 我觉得不要发展的过于急 我们很多网友现在感觉 明天就要看到电磁弹射航母 后天就要出现10万吨具的核动力 大后天25万吨的超级核动力航母就要出来 我觉得这个有点发展的太快了 别太着急 因为我们饭还要一口一口吃 不过还要一步一步的走 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现有的航母的发展 我们还要抱一个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取得了这么一个发展 这么一个目标 你说的小郑的意思就是中国航母的短板就是网友 太着急 网友太着急 这期就是这样 骨子里的中国清花分酒 谢谢王老和小郑